字幕提供P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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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我是HA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也很感謝你們 那來玩這款領主戰爭 這邊有帳號註冊 用手機然後一鍵試玩 帳號出色的是 自己產生帳號密碼是不是 喔 自己輸入帳號密啦 那我一鍵試玩吧 好的 一鍵試玩的話 它會幫你產生帳號密碼 然後存到你的相簿裡面 那遊戲的話是 12月3號上午10點開啟 即費三檔測試 那測試到12月9號 我一起大概六七天吧 那就來吧 伺服器的話應該沒有看 我猜是一個啦 戰爭遊戲 看看怎麼玩 總共有六個宮古 好 六條宮古 123456 那中間是 王城是不是 喔 講好快喔 稍微小心一點 那這邊的話要選擇勢力啦 看要哪一個 南部 西部 東部 三大勢力 然後創角色 好 南部好了 我也不知道哪個好 呃 步兵 克制 騎兵 還有一個法師 兵種 呼克 那這邊看起來是3D的耶 訓練士兵 訓練士兵 哇 馬上有人來打我們喔 帝國之手 哈根 哈根達斯 流浪劍士 應該是這個吧 沃魯 好 這邊應該只是在教學啦 就看一下吧 這個 士兵的畫面超級小耶 好像螞蟻喔 哪有費用來幫我們 哇 全部被燒光光啊 好殘忍 他使用法術耶 毀滅魔法 哇 隕石術 聖龍變成了龍蛋 那我們就被重創啦 只能重新開始建造我們的營 城堡 光輝祭司 愛逆路 那我們要建造靶場還有這個眾武手 這邊有主線任務 這邊有主線任務 okok 跟著這種主線任務做的話 就比較簡單啦 就跟著做就好 他叫你幹嘛就幹嘛 訓練一下這個眾武手 然後領取士兵 然後馬上有強盜來了 我覺得他那個 真的視野是不是拉太遠 就人物很小 然後字也比較小 這邊可以召喚英雄吧 水晶祭壇 好 獲得了遊俠公主 怎麼講英文啊 這款遊戲不會是 有英文版吧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找來這個 簡宗測試版 有時候是國外的版本 他們把它簡宗化 有時候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在Player 3內搞不好也找得到 只是我是在那個 好遊戲快棒那邊 找到一些測試的遊戲來玩 總之想玩的人 你就在我影片下方資訊欄位 可以看到我 放上了連結 這邊是布陣吧 好 那這是雙方戰力 好 我們贏定了 英雄可以釋放技能 需要兩個能量 剛好有兩個 然後能量會自動恢復 好 拖拉 怎麼要講英文啊 也許這款遊戲 Player 3內上面也有 不一定 可是我沒特地去找 我本來以為是大陸做了手遊 就直接進來 但現在看起來這個畫風 還有那個英文配音 什麼的 就不知道啊 還要再查查看 因為這個當下我還在玩 我就沒有去查 不然我查一下好了 我看看有沒有 好 繼續繼續 開一下防目掌 呃 領主戰勝這個名稱太普通了 不好查 至少我查了一些影片啊 好像沒看到類似的 我剛剛就稍微查個一分鐘吧 好 繼續 我們的主堡 升級 好 免費 哇 欸我在想會不會是 這個遊戲會不會是SLG啊 我本來以為是比較偏單機耶 那現在會不會是SLG玩法 因為一開始他要我選三大地方嘛 三個地方 三個陣營 呃 西部南部嘛 然後好像東部是不是 大概會不會就直接轉成SLG啊 我們要去打別人 因為戰爭遊戲嘛 有時候你單機版可能會比較無聊 他希望你跟所有其他玩家 進行一些策略戰鬥 好 一樣先佈陣 雙英雄喔 我們的英雄也進行戰鬥耶 好 我們這個 這個騎士 一檔全部啊 Dance of the Blade Store Dance of the Blade Store 可以這樣子喔 喔 旋風旋過去 可以放大縮腳 然後可以隨意的移動畫面 好 我們現在有兩個英雄啦 這是加速的功能 新的危機第二張 新的危機第二張 因為到目前為止這些點點點的方法 方式啦 玩法 讓我覺得有點像那個 一般我們在玩SLG的那種玩法 雖然這個建築物你可以隨意的擺放 有的是可以隨意擺放 有的是不能 像這種是可以隨意 自己可以選擇你要幹嘛 我們應該是自由了啦 那這邊會有一個相對應的東西 就是你會前置你的城 城牆要升到二等 然後你的那個才可以來升 你的主堡 烈焰魔女碎片 英雄碎片 可以招募他 第三張 新的伙伴 好 先練等 直接練到七等 七等可能是我現在的等級吧 是不是 對啊 我應該 沒有 我才一等欸 那為什麼他只能練到七等 我以為他跟我的等級掛鉤 這邊是主線故事嗎 有一個通話故事書 卡斯塔利亞 沒錯 這邊是通關冒險的玩法 通常現在的那種SLG戰鬥啊 戰爭遊戲都會有一個通關冒險的一個玩法 然後有英雄啊 然後你之後 內政經營完之後 你就是要城外去掠奪資源 然後可能會有其他的玩家 大家 在上面遊玩 然後加入 聯盟啊 陣營啊 這邊要等我的CD 然後要等能量 在幹嘛的 喔 造成一個火牆喔 喔 我懂了 我們這個 這個是一個範圍攻擊 然後這個騎士是一個 他可以這樣轉過去嗎 旋風轉過去 然後這個是火牆 製造出一個火牆 火焰法師 火法師 這樣可玩性稍微高一點 然後 那你可以繼續也可以不要 還要再繼續喔 好不好 已經不好陣了嗎 都不陣了 都已經灰色 那我們三種兵種有 祭兵 弓兵 然後還有槍兵 我可以製造一個火火蛇耶 應該要獲勝了啦 這邊有那個血條 好 轉過來 好 轉是他 以為自己是蓋倫 轉轉轉 蓋倫 蓋倫是那個 英雄聯盟 以前蓋倫 我也蠻愛用的 新手 新手都會用 躲在草叢裡面回血 然後有人過來就轉他 好 繼續吧 50秒內戰勝敵點 可以完美通關 好的 然後之後可以掃蕩 燒死他們 持續性燒傷 哇 燒出範圍 轉他 應該OK了吧 好 獲得了一些裝備 還有B 這個應該是經驗藥水 待會可以來練等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好 可以了可以了 打了兩三關嘛 那我領主的等級 已經到二等了 好 要升軍階 英雄 星階應該是下面這個星星吧 是不是 好 先穿裝備 然後提升軍階 然後提升軍階 二階 然後技能等級 可以提升 二階的話 不是神星 是 真的就是軍階吧 SR 烈焰魔女 R 遊俠公主 R 結果我流浪堅持比較強 我看起來要升階的話 可能你要收集好裝備才可以升階 看起來是這樣 那邊是技能 神星 神星的話 可能就是要抽到碎片 果然要碎片 然後鑽技 一些人設設定 好 那應該自由了 大概只花了13分鐘吧 哈姆 來看一下 設置 基礎設置 高畫質的 OK 那這邊是音樂音效 呃 兌換禮包 在這邊 賬號 我現在是用那個一鍵註冊 好 那VIP0 VIP0 它是 計費三檔嘛 所以你就 要三檔 我就應該不要去除了吧 就稍微體驗一下就好 這個應該是我那個 建築功能吧 可以同時蓋幾個列表 那我目前好像只有一個 你要第二個的話就要VIP 或就是 就是要花錢啦 那這是龍蛋吧 十一等會解鎖 城堡十一等 我現在城堡好像才二等吧 三等了 所以它是十一分之三 那來看一下獎勵吧 可以領取這些資源 遊戲目前我覺得玩起來這個風格 我還是覺得還蠻喜歡的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世界地圖 這就是我說SLG玩法 那我在這邊而已 我在這邊 會有野怪 然後現在有一個防護罩 就是會有一個新手保護器 不知道幾天啊 反正現在是測試試玩啊 你不太可能有那個 能力去打別人 一開始你一定是要先培養自己的內陣 七隻狂歡 光輝未來 先不管 先不管 英雄集結 還有還有東西可以領 不知道放在哪裡 看不出玩 活動 這邊是轉盤吧 好啊 四等才可以轉是不是 那許願的話就看你明天想要幹嘛 選四個是不是 當然選那個 選那種可以加速 可能會好一點吧 那上層 週卡跟月卡 人民幣喔 人民幣喔 因為這是大陸的簡宗遊戲 只是他的遊戲名字叫 零組戰爭啦 我覺得比較普通耶 這邊可以蓋 可以再蓋 可以再蓋 反正他的推薦你在哪裡 你就在哪裡蓋吧 你應該不會想要自己弄吧 為什麼有兩個醫院 好 來吧 伐木藏身喔 我稍微再跑一下吧 因為時間還好啦 我現在才16 17分鐘而已 第三張新的夥伴只剩下一個 那這個會有前置條件吧 城牆要三等 現在還是免費 之後就要付費了 之後就要花時間啊 有沒有 你要花時間可以用加速道具 加速 好第三張也完成了 所以說新手教學大概是1到3 好 流浪劍士他可以那個升星了 好這邊是 這是我遊玩的時間啦 大部分都半夜玩遊戲啊 所以 前一天的遊戲 然後我就半夜玩一下這樣 好 判軍要打我耶 最後是野怪 野怪 會消到什麼 什麼閃電這個 消1500 這個應該是我們的行動力 就是體力 他會慢慢慢慢慢慢長回來 對阿 好 那我們要不防 是不是 放一些英雄還是士兵 防守 就人家來打我的時候 就是這次 我用這個防守陣容 好 訓練是個巫師 先蓋一下這個聖殿 好 我就是要生巫師吧 訓練一下 好 英雄可以生一階啦 軍階嘛 然後這是身心 身心需要碎片 好 好 升星 好 繼續阿 繼續 城堡五等的話 這邊就是 城牆阿 老樣子 立即升級 不用啦 我們就加速一下就好啦 一鍵實用 他應該要幫我們用吧 用四個一分鐘的 然後再來把我們主堡給生一生 十三分鐘 那就要消耗十三個吧 我還有嗎 消耗一個五分鐘 然後三個一分鐘 總共八分鐘 那我就沒有了 我沒有加速了 欸 好了喔 還是可以 好 繼續打野怪 有人來打我勒 然後鎖住了 鎖住了 鎖住了要看戰報 這邊有戰報 你可以replay然後看戰報 看一些播放的一些紀錄 然後也可以直接看戰報 那我們贏了啦 我們贏了齁 這邊可以加速 好 OK 這次戰報 好 第五張啦 痾... 想玩的人 就照著這個教學的話 就可以順順地玩 痾... 以SLG的 來看的話 這款遊戲的畫風啊 整個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啦 還是不錯的 因為畢竟SLG的玩法很多啊 不是說玩法主題很多啊 有那一種... 商國的 然後有末日上司的 然後有科幻 科技的 科技戰爭的 然後這個是那種 中古世紀的 當然有一些 西方玄幻的這些 怪物 那這邊就要加入勢力啊 勢力就是... 工會嘛 可能是要加入勢力啊 他教我們如何加入吧 這邊有一些... 施力的東西 那天賦的話 就是我們得一些 加成啊 buff啊 領主的天賦 通常我分這三個啦 戰爭 發展 跟輔助 就是有那種內政的 你就想說是內政跟戰爭 這邊有輔助的東西 然後戰爭 加攻擊力啊 加生命力啊 什麼的 然後你的天賦有好幾種吧 因為你不會只想要用一種天賦 你可能分好幾種天賦吧 然後可能要充值 有點數讓你分配這樣 就相當靈活 OK 那時間上也差不多了 那這一期就先試玩到這邊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的 快點 我們下期再見囉 就是 我們下期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